1月20日 赵忠祥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如期举行 因从昨天下午便有工作人员陆续开始布置现场 这也让今天的遗体告别仪式异常顺利 其中 从各方道场悼念一直到仪式结束 都做到了准时准点 赵忠祥老师生前是为体面的先生 此次告别仪式完成如此顺利 从侧面来讲 也算是对他最好的善终 当然 赵忠祥老师离世虽然已是事实 但对于许多人而言 即使再如何也终究不舍得 譬如与赵忠祥老师一师一友的弥平 这几天来就一直围绕住赵忠祥老师而难过 在告别仪式上的弥平也是难掩姿态 最终还是没能控制好情绪 眼泪如同绝地一般喷涌而出 叫人心疼又心酸 真情流露的弥平 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于赵忠祥老师的敬爱 当然 也包括现场许多人 他们或多或少都与赵忠祥老师有过多年的交情 因此 才会在见他最后一面时 显得情难自控 不过 在赵忠祥老师的告别仪式现场 也有一位明星到场 但他却不同于其他人 而是因为一系列的举动被质疑炒作 蹭热度 而这位明星就是 于小光 在上午快一十一点时 于小光在微博上发文称 蜡月二十六上午 送别我们敬爱的赵忠祥师傅 耳畔回响住民熟悉的声音 眼中凝视住民平静的面容 我们气不成声 久久不愿离去 今年的春晚 我会想起您 和我们一同感受春天来了 万物复苏 单从文字来讲 于小光写出了自己对前辈的思念和惋惜之情 但有网友指出于小光这条微博的关键之处 区别于其他明星或者媒体发布的照片 于小光居然在微博中 上传了一张赵忠祥老师灵堂前的遗体照 此外 于小光在灵堂前悼念赵忠祥老师时 无论是单人照片还是与家属握手等 都有助摆拍或者带有专业摄影师 单独拍摄的嫌疑 另外一点 在于小光发布微博后 其工作室也在之后留言并用文字描述了 于小光在悼念仪式上的举动 引起网友质疑其故意带话题炒作 至于最重要的一点则是 网友发现于小光的微博底下 虽然有好几千的评论 但大多数都属于注水和钙数据的机器回复 简而言之 以上种种都让人觉得于小光这世及此事故意炒作热度 也难怪网友对他的举动 表现出了十分愤怒的态度 而后续 或许于小光方面也是意识到文案的不妥 不久后 于小光也是重新编剧微博 删除了六张现场照片 包括工作室的回复也被删除 而翻看于小光的微博内容 热评也是早在其发布动态后就直言这种方式不太好 更有许多粉丝也在当时劝于小光删除 显然 网友对于小光单方面的质疑 并非只是一人的偏见 虽然过程有点曲折和意外 但至少现在于小光主动删除了受争议的照片和工作室的文字 不管怎么说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性对待 另外据悉 在2019年4月13日播出的综艺《我们的师傅》中 当时作为节目的常驻嘉宾 于小光也是与大张伟等人一同和倪平做节目 而当时 倪平也是带领众人一同到了赵忠祥老师的家里 包括在赵忠祥老师家中的会客厅等 也是被镜头记录了下来 总得来说 对于于小光而言 虽然与赵忠祥老师交集不多 但仅仅一起参与过节目 也足以让他对赵忠祥老师而真心不舍 虽然此次在文案方面受到质疑 但很显然 至少第一时间到场悼念赵忠祥老师的于小光 也是打心眼里珍惜与赵忠祥老师一起录节目的时光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